来看到的是政坛话题 云林县麦辽商长的补选在昨天登场 民众党可说是倾尽了全党之力 为自家候选人林伊里来助选 党主席柯文哲更亲自南下Longestay9天时间 狂打着空战要冲刺这选情提望能够提高着支持 然而这开票结果出炉 林伊里的得票率仅11.03%沦为了第三名 而今年的得票率甚至还比2022年来得更低 一身招牌白衬衫和西装裤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13号起了个大早到云林县 麦辽香陪自家补选候选人林伊里投票 镜头前两人握手打气 没想到补选结果出炉 林伊里惨吞老三便当 难道经过柯主席加持却帮了倒忙 话虽如此柯文哲忍不住皱洗眉头 毕竟选前他积极服选还特地难下long stay九天 不管是亲自夏天采收青菜 还是出动夫人排开直播吃早餐 柯文哲大打空战充声量 看准今年初总统大选时 在麦辽拿到33.7%高得票率 柯文哲想借这股市再拼一次仍失败收场 相较2022年乡镇市长选举 以无党籍参选的林伊里得票率12.9% 这回代表民众党出征却下跌到11.03% 硬生生少了1.92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柯文哲和民众党不仅没替林伊里加分 反倒成为名副其实的逆辅选 柯文哲的政治明星光环 还是没办法移转给党籍候选人 民众党大军压阵浮雪没效果 开票当晚直接身影的林伊里 内心想必也是五味杂陈 这许家上方新采访报道